类似于雷雷,马国宝,然后这一类的 还在,包括田野,依然还活跃在大家的这个誓言里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,如果是放在以前 以前的这个武林以前的江湖,有点廉耻的话呢 这些人应该是不会再出门的 在这里还是要说一点,雷雷呢还算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 稍微有一点正面的这个版样,最起码他支持而后了 虽然他后来的比赛还是输了,但他最起码也知道实战是什么 而且积极的去信念,但是像马国宝,包括田野 这些输了之后,然后还依然在 对,可以说是用恶心的方式来吵唬自己 这个就相当不好 我在这里呢,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不要受这些人的影响 然后也不要再听他们去鼓吹 我们沉淀下来,沉淀下来 然后我们好好地去研究一下,去探寻一下 到底传统武术,它的真实是什么 它的实效是什么,它本来面目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拍这一期传武求实的目的 我想把我这么多年去走返的,去挖掘的 谢谢大家